反弹会已经开档调查 一名前资深部长及拥有单私利头衔的商业大亨 涉嫌挪用超过23亿利级公帑的案件 消息人士指出 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揭露多份机密文件之后 反弹会展开了相关的调查 其中案件涉及多个发生在离岸中心的交易 消息人士表示 调查的重点是购买和持有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份事项 而这名前资深部长据说在幕后操纵 据了解 购买和持有这些股份的交易 相信是导致1990年代国家经济衰退和令吉货币贬值的原因 目的是为了满足有关人士的利益 以及避免他们蒙受更严重的损失 消息人士还透露 反弹会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向14人录取口供 包括涉案的商业大亨和前资深部长 其中涉及潘多拉文件所揭露的机密文件 反弹会主席阿扎巴基授权时证实 当局根据反弹会法令的滥权收费条文 以及反洗钱法令展开调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